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你好 我是小玲 你好 來 我們麥克風有請 小玲好 哈囉 大家好 好久不見 多少年了 其實今年滿特別的 我今年連續一個月裡面 來了新加坡兩次 對 以前都一年來一次 以前一年來一次 最長沒有來是多久啊 最長沒有來 大概有個兩三年吧 那這一次就是因為軍中樂園 所以又回到新加坡了 我想這部電影就是 在之前我們已經都有一個造勢的活動了 當然它在台灣來說 我們的耗資兩億五千萬台幣 新幣大概一千萬 而你在當中又有大尺度的演出 全裸入鏡 有多少人這麼希望電檢群一刀不解 全部讓他們看清楚 是不是 有什麼話要說 嗯 這個 這個到時候你們看就知道 的確是我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哪個呀 拍的電影以來 它那個尺度算比較大 然後 自己看完也會有一點臉紅心跳 對 但是 因為經過到現在 我依舊還是有女朋友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女朋友 就覺得算是為藝術犧牲 就對了 那當然我們知道 你跟牛島 柳晨晨第三部電影的合作了 那當然牛島 他也有他的這個要求 聽說呢 你在拍這個裸戲的時候呢 花了四個小時嗎 它是多長的時間 我們大概拍那個 床戲大概一個晚上的時間吧 一個晚上 一個晚上算是很順利 因為他其實那個 女生的導演其實蠻開心的 他因為 他前面拍那個 我妹妹 陳一涵大發 大發跟陳老師的床戲的時候 因為 年齡差比較多 兩個人比較緊張 所以他一直覺得 沒有辦法好好發揮 那一直等到我跟 倩倩在拍床戲的時候 他就說 哇 可以好好的折磨你們 折磨 用折磨啊 對啊 是 那所以一個晚上呢 可能對於你們拍戲來講 是覺得很順利 可是對我們來講 蛤 那麼我們看電影的時候 大概是一兩分鐘 都閃過的鏡頭 居然要拍一個晚上 那全裸入鏡喔 然後呢 又是大尺度的一個演出 我想請問一下 當時拍攝現場 有清場 對嗎 大概就這麼多人吧 蛤 沒有啦 開玩笑 那剛才 一開始有清場 可是 不知道為什麼旁邊人 拍著拍著就變多了 蛤 然後但是因為 反而我跟倩倩 也在那個狀態內 然後也就沒有太理會 只是 尷尬是一直等到拍完 我們才發覺 哇那個 導演的馬力特 旁邊有這麼多人 我想說 哇怎麼會這樣 反正你都已經拍完了 就不管他了 我們有做一些保護措施了 是 那 其實呢我知道這部戲呢 一剛開始也是 在海龍裡面當挖兵嘛 對不對 然後 其實你本身是一個游泳健將 然後要拍一個不會游泳的人 這有沒有什麼困難的地方啊 而且我記得你當初好像有說 拍這部戲 等一下 這可以說嗎 請說 不是我說這可以說嗎 你們看過了嗎 還 還不是很清楚 還沒嗎 還沒就不能說 對 也很劇透 是 sorry 我剛剛還一直說 不要透過太多 你看一個不小心 該打 該打 OK 那我們就來說說吧 這一次呢 跟這麼多不同的好演員 一起演戲 陳建兵 對 意涵啊 然後萬歆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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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